这个人群会来到5.920 真是来到5% 那么传统病对人悲害极大 他的悲害可以说是从头到脚的悲害 他可以造成共分 然后失明肌脂肪的疾病 还有肾的功能解脱 甚至发育减 还有那个肯定性的肥肌病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传统病发病 然后我国国民中传统病 每十一个人都会有传统的肥肌病患者 那么肥肌病发现了一个核心的人 就是说一项里面的疾病 跟医疗似的这个肥肌效 跟医疗似的这个功能被打断 那么肥肌病主要分为一型肥肌病 和二型肥肌病 一型肥肌病主要分为一系统 对这个疾病的疾病的攻击 二型肥肌病是由于疾病难受 太疾病在疾病的趋势 那么现在知道那个肥肌病 最主要的方式 肯定不过医疗肤肤肤肤 但是我要给大家说 医疗肤肤肤肤病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它会造成冰血糖 所以必然很多病人 它不是起于高血糖 而不是起于低血糖 很多的疾病病人打的过量 造成它窒息 然后这个病人就风静了 然后死亡 那么这条肥肌病 现在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是胰岛同时 那么胰岛同时最大的问题 就是供给肥肤肤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中生使用免疫医疾药物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的亮点呢 就是说 首先我们是一个乐点方面的 干细胞这个时代经过来的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对未来疾病的那个功课 是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平台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市场 应该是脑肿肠肌治疗的希腊市场 然后我们的气息都是说 我们的干细胞肉导分化制度 它世界上属于全年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自行 进行我们互相这个知识产生 我们的团队实力是 就有已知国一流的肠脑病 治疗专业研发团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项目检验 那么现在国际上 利用干细胞略的角度来治疗肠脑病 主要是从多能干细胞出发 通过肉导分化 把它肉导成分离离岛 所以这个别的情况 它的瓶颈在于 它的效率很低 并且从疫情形成这个肿头 总的就是膝胎流 那么为了规矩这些争险 我们采用一个新的基础 我们新的基础就是 我们避开多能干细胞 我们从多能干细胞的下游 内层干细胞 把内层干细胞开始进行分化 然后获得这个一线细胞 那么我们的具体优势 首先安全 它不形成那个体验统容 第二个就是 我们可以大规模的推荣 第三个我们就是 获得了这个 各样的细胞细胞 就有高效性不通能性 然后还有我们最后 我们这个 可以实现患者的均补质 各自发射 那么这是我们的技术路线 我们的内非层面脂肪 把他做到 就是一线层体肪 然后从一线层体肪 把他做到 成为中能移药的脂肪 我们获得一次要打 我们可以获得 十九次方面移药脂肪 这个运动脂肪 可以满足十个 同样给你患者的脂肪需求 我们的细胞细胞 有同性不高 不通能忧逸的特殖 然后我们获得了这个细胞 然后我们在小土 从心中得到很好的验证 同时我们现在在苏州 让明康德 整成这个临头大动物 猴子的实验 那我们核心传品的思路 那么分两条 第一条就是 我们获得患者的这个血液 给它建气 然后获得那非层战的细胞 然后那个血 然后让它再生疑导组织 然后给病人舒服 这样实现它的那个 疑导的再生 然后另外一条次路 就是患者的这个疑导组织 我们可以在体外 进行药物采取 然后获得那个 病人特异性的这个 药物研发 然后我们的主要产品 一个就是 磷膀胀 疑导气化疾组织制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磷膀移植辅助业务 那么我们非磷膀的那个业务 就是洗外模型的定制业务 还有这个细胞银行业务 那么我们的商店模式 那么我们主要就是 跟医院合作 然后这个肺癌病的临床治疗 我现在在中方医院 也是专庭 所以说我在中方医院 上海中方医院 在地区 推行这个项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跟那个科研单位合作 然后我们开发这种项目 然后我们的市场分析呢 那干细胞时代已经来临了 但是大家得订好这个 因为它很热 鱼鲁孔铦 有很多打着干细胞的体质 然后我们也讲 其实它们做的都是不靠谱的事情 那么从头来说 用干细胞的角度来说 糖尿病 那么下面这四个公司 比较很靠谱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 Sama Ferofuted 那它的创始人是 高达曼腾 它原来是我的那个旗鼓人 然后第二个是 高达曼腾 低增的就是李李 然后我们是那个国内唯一一家 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 这个干细胞又老控化器 以全面增加者就更安全 然后更高效 这个特征 然后我们的眼睛对话 那么我们18年 做资金增改吧 然后完成了团队的试试 然后19年需要资金 先无百万 完成这个一方 先大贡猴子实验的那个进行 然后2020年 我们去资金1400万 来自成立了 零方一七十 那么我们的计划就是 天使人是1500万 黑轮5000万 然后币轮讲到公益 那么我们的团队介绍 那么我们手机科学家是 陈欣教授 他是中科院的那个百人计划 比较人民团 GDRS的学术 科学家 然后我是那个 同学二学的教授 是去年生计划 也是GDRS的 是科学者 然后科技部首席看器包 副检三项 青年首席科学家 还有我们的科学部位 是苏宝莲院士 他是纳麦尔大学的那个院士 然后英靠 负责这个胰岛移植 大会群 博士负责我们的 爱用地的生计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 治愈糖尿病 这是我以前的旭古人道哥 他说过 我们希望用自然的方式来 期待胰岛兔的固设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项目的用心 能帮助糖尿病患者 特别是GDRS的儿子 然后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这位大教授 Gestine Time 特别好 找个时间 Gestine有什么问题吗 Lady First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看这里面对标公司 优优独的公司 相比你的技术在哪 优势在哪 我们的技术优势 就是说那个 他们都是从那个 干气包 EIC最远点开始 它们是多能干气包 开始有了分化 然后这个分化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栓 然后就球孔上来 到通过端 这就是领导的技术 你越早期的话 然后它越有 那个黑胎流的那个分解 那么我们就有种 在中间 我们中间的一个 就是说 咱们干气包 下面的那个 内肺肾干气包 我们开始有了分化 这样的话 它不会形成的黑胎流 因为它的那个 中化权力 已经被 特化在这个阶段上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所以我们是从 天下以后开始 做到通话 我们这个效率会更高 然后因为它的 英内已经是固定了 这个卡子上 所以说我们是更安全 更高效 然后更容易实现 那个大规模 可以要实现产业化的 这个技术 谢谢你 谢谢你 特里根新 干细冥冥冥冥冨 他活动给你们2006年 他在中国玩了 优优独播剧场—— or writing a patent application we are working with a lawyer okay for that and what is i would assume since there are competitors in the field that they might be blocking patents have you looked into that uh all the patent needs to add to their end but we have multiple choices for patent for example the patent is and we use this technology 我們會說如果任何人想使用它,我們可以給它 另一個方法是我們的公司 我們不依靠這些技術 所以他們依靠這些技術 這些技術會被重複製成的 我們要做這類企業的技術 我們要做這類企業的方法 我們要做這類企業的方法 我現在是主席的方法 我的第二次問是 你的公司的優勝比 佢機上的專輯 pains 一般 有所見 或是甚麼 貢機的企業 你呢 這次技術 你貢機上的貢膜 貢機上的貢膜 那大家想說 貢機上的貢膜 貢膜 貢膜 是一些 貢膜的 貢膜的 可以把脖子或是脖子的脖子从身上的血管 然后我们移动到脖子的脖子 然后我们进入脖子的脖子 所以这脖子是被脖子的脖子 这脖子的脖子是脖子的脖子 然后我们可以用脖子的脖子 所以我们可以用脖子的脖子 这就是脖子的脖子 所以我们可以用脖子的脖子 这就是脖子的脖子 谢谢 我觉得你可能会有很多时间的脖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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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四位演讲的嘉宾是吴军 然后他演讲的题目是心型对抗多度 那要选择抗室也好 首先非常感谢我付出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 这一份我主要介绍的是心型对抗奶油性程式的棉花 我们下面几个方面来介绍 首先我介绍一下项目 我们知道那个吸引了耐药性是一个全球的公共物性领域 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前有的那个唐宁斯的机制主要的针对点主要是那个DNA的合成啊 还有蛋白的合成 包括那个细胞膜啊细胞皮的合成 而我们提出的这种观点主要的是建立在那个球鸡一代的生物氧化和原体系的一致上面 球鸡一代的生物氧化和原体系的话主要是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硫氧化和原蛋的体系 另外一个是骨胞干菜的和原体系 就是在两个部分 第三个是两条腿一样的 这两个途径的话它主要的针对点就是可以用于DNA的合成 以及可以用于抗氧化方面的作用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有氧化的海洋在那边体系 火光干的海洋在那边体系 但是在有些细胞里面 这个 这一个 谢谢 OK 有些那个 有些细菌里面 这一条骨胞干的海洋在那边体系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对于人体而言我们有两个 两头途径 而有些细菌里面它只有一条途径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条途径医植做了之后 定内的合成或那个 太氧化方面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可以医治的 就是细菌的生长 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细菌的那个流氧化蛋白的 海洋酶和 除此动物的流氧化蛋白的 好像每个从结构上或那个功能上 机制上它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栽菌 经过了大量的研究 我们发现了 Evacillin 是这样一个药 Evacillin是一个 已经是 磷肠三期的药 它是以前用来做 这个磷肠实验三期 是要中风的药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 利用来可以 就是增进 这一套体系来进行作用 先的结果也发现 就是这些细菌 包括油纹融蝉蝉菌 和那个金黄色葡萄酒菌 这些都对这个 药的话特别的明显 这个工作 就是取出一个新的 这种抗病机制之后 受到了很多 这个其他民主的 就是一直都追随 然后他们又继续做了 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从动物实验模型上面 也把这个给 证实了 这部分的工作的话 我们已经 申请了专业的 并且获得了 一个美国专业的课权 第二部分工作是 包括有一个银 或一部C银 在叠加在一起之后 它的一个协同效应 这种协同银是在 抗病里面 是名模的很广的 但是对于 一般的 伊可莱 还就是这些 格兰斯 英雄品里面的话 它起了协同效应 而被那个 虎虎虎虎的细胞 它不存在这个形容上 这样的话 它就 我们有 以不胜的存在的情况下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营的浓度 这样降低了 营的浓度的话 它的属性就会降低 降低了的话 就有可能用于 就是 去杀菌 格兰斯 阳丁 格兰斯 英雄品里面的话 是在 临床上面 占了 差不多 80以上的 细菌感染的 病例 然后我们 因为我们的 在这个直播 然后 作用于这些 方式